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2月14日 祖季响大开杀戒 周一凌晨,一甲展开一场焦点战 阿特兰大将在主场迎战祖云达斯 祖季逐渐摆脱赛季出段的不稳定发挥 近期表现更是越来越好 这为他们争取前四多了一份信心 此番面对处于连败的阿特兰大 祖季有望赢下这场六分之战 另外,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阿特兰大过去几季的表现都相当不错 经济也是如此 目前G43分排在前列位置 而且他们延续强劲的进攻能力 军场入接近二球 不过有所隐忧的是 杜云、沙百达是阿特兰大过去三季 大腿级别的球员 他在过去三季单季入球数不是排在队内 第一就是第二 今季目前也是入球最多的球员 但是此子金帐将因伤缺阵 缺少了杜云、沙百达的牵制 阿特兰大的进攻威力将会减弱不少 路尔斯、梅利尔和路斯兰、马连路夫斯基等主要得分手的进攻空间同样大大减小 再者 阿特兰大进抗not good 最近四仗各项赛事一胜难求 只得二合二负的劣迹 此番面对来势汹汹的阻迹 阿特兰大主场沦陷并不意外 阵容方面 门将J 梅宿上轮联赛染红金帐缺战 中场阿利斯 米兰卓克因商眷勤 祖技上既只能排在第四的位置 他们失去了对异甲的统治 米兰双雄 以及拿玻璃都要比老妇人好了 所以球会高层请回了艾利尼 希望这名主帅可以帮助祖技中回巅峰 对于二进攻的艾利尼而言 改造这支阻技明显比第一次执教要困难得多 一方面 主力阵容班底老化了很多 另一方面 上级队内核心基斯坦奴 朗拿度去年下窗最后时克里队队阻技打击颇大 而新和费特利高 既爱杀在之后更是遭遇重伤 无意外的话赛季将会报销 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压在艾利尼身上 他都相当头狠 好在艾利尼能力出众 随着赛程的不断深入 阻技越踢越好 在保罗 戴巴拿和爱华路 摩拉达的带领下 球队各项杯赛顺利晋级之余 联赛也是处于连续十轮的不败之中 目前已经回到前四的行列当中 不过身后的多支球队不断追赶 阻技不能掉以轻心 另外阻技在东窗加强了封线的实力 高架从费轮天拿引进了杜新 华和玉此子的到来无疑让球队的进攻更具威力 此番面对处于连败的阿特兰大 相信阻技能够带走三分 阵容方面 还有后卫佐基奥 截连尼音商必战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你的一个赞是我们的鼓励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就马上订阅 感谢观看